近日 龙年不宜结婚的说法受到网友关注 因2024年立春处于农历2023年末 有民间传言 此年为无春年不是宜结婚等 为什么会出现无春年?2024年真的不是宜结婚吗? 长期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教学研究工作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娟对此进行了解读 其实无春这个年它很常见 这是很常见的现象 因为这是跟中国的立法有关系 中国的立法是太阴力和太阳力混合起来 再加上这个24节气 它是通过计算调整 然后才得出来的这样一个时间系统或者时间概念 它把正月作为一年的第一个月 就跟立春的节气变得很近 所以就会你这个年稍微一错后 就把立春这个节气就放到这个叫残冬里了 就是我们常常说上一年叫残冬 所以就导致这一年是没有立春这个节气 王娟介绍 通过统计数据来看 一般19年里有7年没有立春 7年是双春 只有5年比较正常 王娟表示 由于立法的人为设置比较容易造成无春年的情况 这与运势急凶等无关 所谓的寡妇年 无春年不宜结婚 没什么科学道理 这是一个时间划定的问题 它不是个自然现象 这个纯粹就是一个人为的 我这个时间的划定可能出现错位了 我可以做正面解释 可以做反面解释 就是随便可以就解释的 你就都不敢结婚了 但实际上这个跟事实没有关系 王娟建议 希望民众不要迷信民间传言 可以多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立法知识 无春也不能结 双春也不能结 那就剩下5年了 是吧 就这5年你是很正常的 但是5年里边不定润哪个月又不好 我们说你对生活的理解 对家庭 对婚姻 对各种关系的理解 是你的解读 实际上更多的是在于你个人的那种 对生活 对家庭的认知 民间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手段 是让你去有机会 就是更多的对传统 对自然 对生命 对宇宙万物 星星 太阳月亮 有更多的了解 而不是说你就迷信 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种途径开始 去了解更多中国传统文化 或者中国传统立法 那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对宇宙万物 星星 太阳月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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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